欢迎美光灯焦点,谢谢观看小视频频道 电子书不只可以用看的还可以用听的 台湾业者推出六寸电子书内线无线上网WiFi 并连续阅读长达42小时 业者为了拉开电子书销售量 还自己投资网路电子书店 未来想要买书不需要再到书店或者是上网 需要有一本电子书切心松松按下一个按键 就可以马上阅读到内容 通过电子书无线上网桌面上的购物车快捷键 直接连上鼠尾书店 放下拖拉选购自己想要的书籍 点进去还有详细的内容介绍 确认购买后只要输入信用卡号 就可以马上阅读到书籍内容 不需要再通过国外网站买书 而且购买的书籍统统会存在云端书柜里 自动分类管理一目了然 台湾我们希望能冲到五万台 因为台湾的数量这样也算少了 在大陆的话市场明年应该会超过两三百万台 目前专业电子书网站主要以英文书籍为主 像是推出Look电子书的Belmoor 最后有Google撑腰提供超过七十万本书 Kindle在亚马逊上也有三十二点五万本可以下载 台湾电子书业者号称超过百万本书籍 通通免费下载 不过主要是以没有版权的内容为主 像是中国古典文学诗词等等 电子书的庞大商机 除了镇耀和明基已经推出之外 本周台湾电也要推出自家代工的电子书 华硕则是先和此季七首推首款九寸黑白荧幕电子书 随着数位内容越来越丰富 时尚环保的电子书有机会越来越普及 记得接近推送群他的代表 好 给您看看油电车已经成为全球的趋势了 过去很多